是的 这个叶元器虽然它成功的开采出来 但是它所排放的二氧化台还是高过了核能电厂 跟高过了再生能源 而核能电厂又我们刚刚所说的 它有非常可怕的人为事故的可能性 即使在新的设计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否安全 它更有核费量的问题 再生能源呢 我待会为大家做出报道 它的效率不高 它的价格非常的高 而最近连锋利发电也被认为 它也制造了一定程度的污染跟破坏 这个时刻相当多的研究气候专家的人都说 我们过去希望能够控制地球的温度 不要上升到摄氏亮度 一定要控制在这里 然后某一个程度我们才可以让我们的家园 可以长期居住下去 这些气候专家很悲观的 从2009年看到现在 人类在能源里头找不到解决的方案 它必须在其他的方式找到解决方案 2006年的时候 澳洲的一位人口学者叫BUDGE Butch 第一次提出一个概念 海绵城市 台湾大学前大气科学系的教授 也是气候变迁的中心主任 柳仲敏教授大力的推动 还认为我们不可能避开极端气候吧 让我们就面对全球暖化 这是我们逃不过的灾难 在这个情况里头 他大力推荐台湾一定要发展海面城市 这个城市曾几何时 竟让暴雨成了大地的头号杀手 依稀记得 2011年第一场梅雨 台北这个聚集800万人的繁华都市 才经历一场震撼教育 不过一觉醒来 街道车如行舟 排水沟满到喝不下多一滴水 一个不容回避的真相是 过去50年 台湾强度排名前10%的降雨 多了100% 前1%的超强降雨 更多了200% 大地怒吼 雨如痛哭泪绝体 重体气温一直上升 所以这个气候软化趋势停不下来 可以确认就是说这种极端暴雨 它发生频率会持续增加 人口集中到都市化这个趋势 是很难挡住的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环境 让我们的环境能够适应这样的趋势 该如何因应 澳洲人口学者Butch 在2006年首次提出海绵城市的概念 最初是一种预警 让大家注意城市问题的恶化趋势 因为当城市向海绵 不断把人口集中吸附 就会导致建筑秘籍污染累积 最终能源食物废水 就这样被汇集消耗或被创造 除非我们能重新打造城市 不然很难根本解决 它阻绝水与生态的问题 把这个城市改变成一种叫海绵城市的概念 雨水来它就吸水嘛 就让它吸饱水 大热店的时候 这个里面出的水呢 就会蒸发出来 让这个水泥城市下的土壤 都被封死的状况之下 它把那个气孔全面打开 犹如替地表量身定做毛细孔 一个会自主呼吸的城市 即便外观仍是水泥大楼 搏油路面 但雨水其实已经直通地底生态圈 再借由土里的小动物和微生物 勤奋工作 捕捉路面上的二氧化碳 然后转换成新鲜空气 作为回馈 越来越多绿色工法 让海绵城市不再停留于虚拟概念 而是朝向降温 防洪 抗旱 补碳 全防卫 其中JW生态工法还源自台湾 一个国中毕业学徒出身的水泥工 早在十年前就发现这条通往 未来的道路 我们是应用自然 解决自然 让整个都市不淹水的主因 它就是打开地底下 打开铺面 让整个铺面底下成为一个制红尺 也就是等于一个地下湿地 地下河川 地下储水槽这个概念 陈瑞文的想法很简单 永续评价 他把外界眼中最不环保的混凝土 透过绿色工法发挥好的功能 垂直向下 第一层先以塑胶管当支柱 灌入水泥 让中空塑胶管不但成了地表的毛细孔 水泥楼板还足以承载人类文明的重量 接下来的碎石层再一次平均分散沉重 同时让雨水渗入 过滤 待第三层自然土壤吸饱于水后 便能涵养地底生态系统 初步估计 倘若台北市道路铺面 全材JW生态功法 可承受的透水率将是一分钟两百毫米 换言之 就算暴雨来袭也不会积水 更惊人的 还有它改善都市热岛效应 及二氧化碳排放上的贡献 研究数据指 台北市的热岛大约是摄氏405度 如果在地面之下储存了20座大湖 夏天将可降温至少摄氏3度 节约近30亿度用电 同时JW工法铺面也有助路面碳补桌 以台湾汽车一年总二氧化碳排放量 190万吨来计算 一旦采用JW工法 每年捕捉的碳排量将达130万吨 而这仅仅是台北市变身海绵城市后 就能达到效果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等待 因为极端气候在过去这段时间 所导致的暴雨 洪流 干旱 热浪 早已让都市成为灾难引爆的恒星 只有海绵城市的实现 才能还地球真实风暴